警方鶴槍實戰來到KTV擴大零件 來 再見吧 等一下 來 這邊 暑假到 上百名警力出現在基隆鬧區執行青春專案勤務 不過除了遠景手持的重鋒槍之外 連難得出現這把跑氣式的電擊槍也派上用場 往上撥到手動模式 就可以利用這個大拇指這邊按著它的按鈕 我進行 放電 沒錯 解開電閥 按下扳機 瞬間可以射出3萬伏特的電流 可將對方擊倒 尤其遠景在狹窄空間 遇上歹徒近距離攻擊 很適合用電擊槍來取代辣椒水 那炮氣式電擊器它可以近聲 用聲音嚇阻歹徒 也可以電擊歹徒 那如果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 比如刀 棍 那我們就離它適當的距離發射 這個炮氣式電擊槍 電擊器有3顆子彈 前兩年疫情 青春專案規模縮小 今年警方大動作出擊 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個良好的夜間環境 因為今天是7月1號是青春專案的第一天 所以我們到轄區 妨害青少年成長環境的KTV林檢 勸阻這個業者不要提供青少年 醃酒 檳榔跟毒品 暑假期間應該妥善規劃假期 避免深夜在娛樂場所流連 維護自身的安全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很久不見